好 蔣萬安的團隊沒有成立 蔣萬安打這個選戰的動作慢半拍 你看看他周邊的人有多緊就知道 好 包括這個詹委員呢 好 要選議員詹委員就說 綠營真的很怕蔣萬安 不然呢 為什麼陳時中的選台北市呢 不到三天都找好人嘛 重點來了 人家先準備好也錯了嗎 你也要講 好 另外我們要請教蘇培 包括徐巧欣也說 哎呀 陳時中啊 就是跟這個台北對子幹嘛 要把這個對幹的人呢 拉近團隊 大家也很納悶 徐巧欣有在臉書上面 直接來督導這個監督柯市府嗎 好像沒有耶 那你怎麼打陳時中打得那麼緊呢 對啊 現在明明台北市執政的是柯文哲 如果現任議員 現任的國民黨議員要幫蔣萬安 最好的就是做監督柯文哲 但徐巧欣私底下都更為柯文哲 很好啊 包含這個柯文哲的民眾黨 辦了這個一些活動啊 一些這個網路上的直播 都可以看到徐巧欣議員的這個蹤影 在那邊一搭一唱 感覺感情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難怪蔣萬安的這個整個團隊很難去組成嘛 因為自己的國民黨議員就有二心嘛 自己國民黨議員沒有站在他的身邊 反而站在可能拉他票黃三三民眾黨的旁邊嘛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蔣萬安的困境嘛 另外蔣萬安呢 說什麼啊 算什麼什麼防疫不如布局來得迅速 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荒謬啦 整個防疫的過程包含口罩 包含疫苗 台灣在取得 在面對疫情的時候 我們的執政團隊用什麼樣的速度 如果一般民眾不知道 那也就算了 你身為立委的人 你講這種話 你完全沒有在那裡頭三天包含 你過去講說你跟美國很好啊 當我們疫苗取得不到的時候 你幫了什麼忙 你有幫幫忙嗎 你就只能在那邊酸言酸語 然後在那邊嗆聲 好 現在阿中部長退下執行官的位子了 你居然講說人家布局的比你快 你有在那邊酸言酸語 我講一個實際話 國民黨現在在台北市有四席的立委 民進黨加林常佐也是四席的立委 我們在第一時間就把我們所有的立委整合起來了 蔣萬安行不行 蔣萬安你就把賴世保啊 費洪泰啊 林一華啊 蔣萬安當候選人 這三個人摳起來難道不行嗎 我告訴你當然不行啊 你看嘛 賴世保第一時間對陳時中砲轟說什麼綠卡的事情 他在打別人的時候 另外四隻手指頭是在打蔣萬安耶 陳時中說他那時候在這個大學畢業的時候 是這個中華民國外交風雨飄搖的時候 那時候整個國家的氣氛都是要放棄中華民國 放棄台灣要去美國了 誰帶頭了 不是都是你們這些國民黨的高官帶頭的嗎 是不是 你們馬英九的這個女兒全部都拿美國籍耶 對不對 那個時候發生的事情 他說他有動念 有可能是他的同學 有可能是他的爸爸媽媽 但他後來放棄了 結果你賴世保把這個事情講出來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蔣萬安是在美國納過稅的人耶 拿過綠卡繳過稅的人耶 那你是不是在打他 所以蔣萬安當然很兩難啊 我想要整合 我想要整合國民黨的立委 但國民黨的立委隨時在打人的時候都會打到我 所以當然也很痛苦耶 沒有辦法組成 所以我覺得 敬平剛剛講的非常委婉 這個選前剩下四個月 連議員的團隊都要組好的 怎麼可能一個立委的團隊居然還找不好 對不對 一個立委的團隊 起碼你對下的組織要摳起來的吧 我剛剛講的 連你去議員選區辦活動 議員都不曉得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是荒槍走板 不過如果國民黨要繼續這樣子自欺激人 有這種RQ的精神 就像剛剛張維元所講的 這種精神就很RQ啊 就覺得反正我們很害怕啊 民進黨很害怕這個蔣萬安啊 所以蔣萬安一定會當選啊 那你們就繼續用這樣子的精神選下去吧 我想蔣萬安在這個 也許在這個2022 如果沒有機會的話 也許2026還會有機會啦 因為他那時候還很年輕耶 還給他一個細年的時間 也許他的競選團隊應該準備好了啦 好不好 好 不過大家也說呢 當然蔣萬安呢現在要打選戰 過去大家會覺得 蔣萬安好像很溫和的形象 但沒有想到這一次打選戰 學會了酸言酸語嗎 好 我們要請教東豪哥 包括這個阿丁部長的競選團隊 高嘉瑜加入了 蔣萬安就笑說總幹事 結果呢立刻就被高嘉瑜說 國民黨提名到現在 競選團隊架構端不出來 媒體上只看到在公園跳舞 送花給婆婆媽媽 蔡市場敗票的萬安王子 竟然還有賢情意志 對別人酸言酸語嗎 好 政經事都不做 包括了王世堅直接說 蔣萬安你就是在瞎忙嘛 他也預估說陳時中可以拿到 四成三的選票 甚至他預言喔 黃珊珊會小贏蔣萬安嗎 黃珊珊會不會小贏蔣萬安 我現在不敢講 我想現在還沒有人敢這樣講 但是陳時中 陳時中我覺得他的 後面的爆發力會比較強 我直接講 因為我永遠記得一個 一個陳時中自己講的一個小故事 那在兩年半的防疫期間 在2020年剛開始的時候 剛開始台灣守得還不錯 後來我們逐漸本土有了病例 如果大家有印象有幾次 好像是發生在禮拜六禮拜天吧 忽然間有了群聚館 其中有一個是在桃園的那個安養中心的 然後還有涉及到 然後怕 阿嬤醫院有發生群聚 陳時中那時候都是 深夜趕快趕回這個防疫中心 事後 陳時中講說 他後來不敢跟朋友約吃飯 因為兩次 他都是跟人家約吃飯 想說防疫中間 跟朋友見個面 吃個飯 結果一吃飯 就剛好出事 你說是迷信也好 你說就是 關得開也好 我們這兩年半 我們多少少跟朋友見面的頻率 都會下降 可是 只要疫情緩和一點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碰面的 就你看陳時中坐在那個位置上 他就不要扛這樣的責任跟壓力 就是 疫情 為什麼會有破口 因為剛好跟朋友吃飯 所以乾脆就不要吃飯 還有呢 後來都不回家 很長一段時間不回家 就睡辦公室 睡辦公室幹嘛 覺得比較安心 有事情可以馬上處理 我不是說你一定要投陳時中 就是說這兩年半的陳時中其實還蠻透明的 好 你稍微來看 黃珊珊跟蔣萬安 他們也都是政治人物 蔣萬安在立委的表現 有沒有展現你耳熟能詳的能力 就是你隨便想到就可以講出一句 我只記得他站在那個獎台上 為了勞擊法的事情 那黃珊珊是什麼 黃珊珊會跟你留下的印象是什麼 可是千萬不要像柯文哲講 沒救了 講內湖交通 你要當市長 不管你是有心還是無意 你如果對內湖講說沒救了 那駐內湖人大家被放棄了嗎 然後黃珊珊還是內湖 當時還是內湖的市議員 所以政治人物 你在看待陳時中 看待蔣萬安 看待黃珊珊 我們可以有很公平的標準 他做了什麼 他表現了什麼 他的速度 他的效率 他可不可以讓你信賴 因為他們都不是第一天出現在的螢光幕前 從這東西你放在那邊 你很容易去做一個評估出來 每一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標準沒關係 你也可以用藍綠去做標準 你要用仇恨也可以 你要用希望也可以 可是很實際的一件事情 你的未來所有的事情 他只有一件事 掌握節奏的那個人 這三個裡面 誰能夠掌握節奏 他的勝率會比較高 如果今天 蔣萬安的節奏 沒辦法掌握起來 就剛才講到高嘉瑜 這做法很簡單 就是台北市四個立委 加上一個五黨籍的臨場座 全部抓進來 全部抓進來 全部都進來幫忙 然後找吳思瑤 當總幹事 其他人分區督導 全部抓進來為什麼 就整合了嘛 國民黨在台北市那麼多立委 全部找進來啊 這有什麼好猶豫的 這是個很ABC的事情 所以蔣萬安要展現的不是 你的團隊什麼時候組成 你要告訴我們你有能力 你有能力這件事情很重要 你有能力這件事情 接下來我們也要看黃珊珊 當黃珊珊離開那個副市長位置之後 他還會不會有這樣的舞台 他還能不能展現這樣的能力 很公平 陳時中現在沒有防疫舞台囉 他必須要證明自己也有能力 這是很公平的事情 好所以誰到底才是真正有能力 可以當台北市長的人呢 可以看到阿丁部長呢 最近開始講出心來威了 包括台北市要辦雙城論壇 好現在上海這邊呢 宣布19號正式登場 那麼接著呢 台北市府也跟著宣布 那大家也就很納悶啦 那你既然決定19號就要宣布 那柯文哲之前是在跟議會打馬虎眼嗎 好最近這幾天呢 又很多的瘋狂言論 帶你快來看 你要鋪習是議會嗎 雙城論壇是雙城的 不是單城 還沒舉辦之前 誰在確定他會舉辦 前一天被議員連番追問 台北上海雙城論壇到底要不要辦 台北市長柯文哲堅持不給答案 但16號一早卻又突襲宣布 雙城論壇19號將正式登場 柯文哲是完全藐視議會 遇到中國的時候就不公開不透明 就是因為這是最後一屆啊 畢竟台北市議會早在去年 就達成跨黨派決議 若共機持續老台 就不能動用預算辦論壇 儘管但書擺在眼前 但柯文哲卻甩都不甩 入委會出來定義什麼叫老台 你定義要講清楚 不然我就用行政權處理 光是7月至今就有35架共機老台 15號柯文哲備詢這天 還一口氣出動10架共機 只不過看在柯文哲眼裡 這不僅還不符合老台定義 甚至欲出驚人 如果他老台為什麼不把他打下來 這是總統的職責還是我的職責 難道這些都是玩假的嗎 都是在驅逐海鳥嗎 那玩就玩像一點嘛 玩真一點 至於共機不時跨越海峽中線 威脅我國領空安全 柯文哲更厚出狂言 可以穿過海峽中線 我柯文哲當總統沒問題 我當總統 我的會計也會過中線 你放心好了 他那個牆壁 早在公司也是這樣做的 在你家裡面繞來繞過去啊 對啊就是這樣子啊 那當然是要就滋擾啊 讓你心生恐懼啊 可以進而變成屈服啊 畢竟柯文哲早就表態2024不會缺席 作為潛在總統候選人 一下說要打掉共機 一下又說如果當上總統 也要跨越中線 種種言論也令外界質疑 他是否有能力 妥善處理兩岸敏感議題 三菱全許千周凱台北報導 好相信大家看到這裡呢 也很納悶說 柯市長啊你在說什麼啊 上海呢16號宣佈說 19號舉辦雙城論壇 結果你台北市府跟在屁股後面說 對我們19號就要宣佈 那柯市長你之前在跟議會 是在演假的嗎 好我們要請教趙豪委員 因為針對雙城論壇 柯文哲講了好多好多話 好包括說請總統啊 撤回在大這個大陸的台灣人 就準備打仗 你想當總統被你當總統還得了 準備要打仗了嗎 大家說柯文哲講話真的很奇怪 如果共機老台作為總統 不能保護台灣 那豈不是當烏龜嗎 好啊那既然那麼有gas的話 為什麼不去跟中共講說 你不要共機老台嘛 好難道要把這個 要不要把共機打下來 要納入民眾黨的政見嗎 我覺得柯文哲市長應該要了解一點 比如說我們家前面有一位 不友善的鄰居 他不時得用言語 或者是用動作拿著刀 武士刀在我們家這樣比手畫腳 那我們知道這個 對我們來講是一種騷擾 我們要警覺 跟我們要不要用哪一塊石頭丟他 這是兩件事情 或者說我們要先發自人 這是兩件事情 那柯文哲的言語 其實他應該說這個共機老台 他竟然要叫陸委會做一個定義 那我想要反問他 難道他不認為這個叫老台嗎 是不是他認為這個已經不清 這個還不算清楚 就是飛入我們的航空識別區 飛過海峽中線 這個不算清楚的一種擾亂的 擾亂清擾的一個動作 所以柯文哲市長 他也常常用這樣子言語 這樣視視而非 或者在言語的強辨這件事情 來凸顯自己 但是我們要覺得很慶幸說 信長他不是我們國家的領導人 不然動不動就說要把飛機打下來 動不動就說要飛越 他也要飛越中線 這件事情成言語之快 但是我們要到他認為 如果他是那麼一個強硬的領導人的話 那我們要問他一件簡單的事情 那你認為現在中國對我們的態度 到底是不是友善的這件事 你要回答 如果不是友善的 那你為什麼在海峽兩岸論 海峽論壇這件事 如果你上海峽論壇的官方網站去看 他開中民意的海峽論壇 就是中國的統戰的工具之一 然後他的目的就是要 讓全世界都認為說 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他在事實上他這幾年來 也沒有達成任何的一個實質的效果 那為什麼一個身為首都的一個市長 明明這就是一個統戰的工具 也沒有達到任何的效果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去做這個動作 去附和對方去做這樣的行為 這是我們最大的疑問 特別是他曾經 也在台北市議會已經有提出 如果說共機沒有停止老台的話 他們就不會繼續辦海峽論壇 不參與海峽論壇 或者是他參與海峽論壇的時候 應該他會經過 雙城論壇 對不起 雙城論壇 他會經過議會的同意等等 但是他卻是違反他在議會所做的 這樣的一個承諾 在參加雙城論壇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市長 他對自己的言語 這樣出爾反爾其實對 不過這向來也是他的 向來也是他的這個行事風格 他其實答應過很多事情 如果大家仔細看看 如果說2014年從五大弊案開始 或他當選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嗎 他的急速首長 他要進行i-voting 然後選擇一個好的人 或者他的SOP的口罩機 或者失聯制等等 其實他想過很多事情 他做過很多事情 但是通常我們只記得 他在忠孝西路的拆那個橋 我們大概還有一點印象 他殺人不久 拆那個橋之後 其實他後續所做的 跟他所講的 其實都是有一個非常大的落差 包括這個雙城論壇 這一件事情 我覺得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 因為這個對方已經定義成是一個 統戰的一個會議的時候 身為台北市的市長 不應該去附和中國這樣的一個行為 好 所以大家也納悶說 這個雙城論壇還要辦嗎 我們要請教敬平哥 因為包括柯文哲執政八年以來 沒有以同樣的規格 和其他城市來做交流 幾乎是每年都舉辦雙城論壇 大家也納悶說 這個不是很奇怪嗎 為什麼要捧中國的場呢 好 你內容都是官方主導 現在就連定下來的時間點 都是由上海來主導 這個柯文哲這樣的動作 那就你來看 你不覺得很納悶嗎 柯文哲說了有些話的觀點 我會覺得認同 比如說這個交流總比不交流好 那以前美國跟前蘇聯在冷戰時期 或者是到現在可能 包括俄羅斯侵略這個烏克蘭 都有這個雙方的熱線 在這個聯絡聯繫或是交流 等等諸如此類的 但如果說不交流的話 完全封閉對方 那就算是美國當時跟北韓 但靖民哥 這個應該不是大家 所謂和平平等的交流 你看看連議題都是上海那邊設定的 你什麼樣的演說稿 都要對方來說OK 你才可以講 那對方演說稿給你看嗎 沒有啊 沒有給你柯文哲看啊 那你這樣也OK嗎 這個叫交流嗎 我就說他的有些觀點 他的立場基本的出發點 像我剛剛講的那種 他舉國際局勢那種彼此互相對等 互相尊重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這個是我覺得贊成的 那你剛剛講的那幾點說 如果不是對等 就像之前 不是國民黨一度 那時候一兩年前說要派這個 王金平去出席海峽論壇或什麼 結果被中國的央視主播 這個人來求和了 然後馬上引起軒然大波 然後就像這種我就不贊成 那有什麼好趣的 人家是這樣的眼光看你 那你去給人家瞧不起去舔人家的這個 這個腳趾頭還是屁股嗎 不需要 所以我就說 在雙城論壇 他因為本來每年都八月半 然後因為這 因為以前主導的都是那個 前陣子剛發生 上禮拜發生事情那個 蔡炳昆副市長 那後來因為想說縮小規模 再加上壓縮到八月份 可能柯市府他們自己團隊很多的行程 所以提前到7月19號 也就是明天來舉辦 但在這個部分最近的氛圍 我認為不是很適合 不管是不是上海還是北京 還是誰決定哪方面的講稿 台灣這邊 台北這邊 我覺得不需要 就像 為什麼會有講說 共激老台的這個狀況 是因為蔣萬安講出來說 如果說這樣的一個氛圍 解放軍的軍機還是持續的來 然後亂我們的空域 到我們的ADID 西南海空域 甚至越過中線 這個氛圍蔣萬安認為就不需要辦 如果對岸也是這種不友善的舉動 這個我就蠻支持蔣萬安的 顯見他做很多的這個事情 的確他也有很多狀況 就是他也不是一昧的就像柯P 現在我跟你講 對岸上海也好北京也好 最看重的是民眾黨跟柯P 因為顯然他們認為國民黨不成才 而且不把國民黨看在眼裡 呆蠢笨 沒什麼好看的 不止一審 以前都被我們打敗了 現在在台灣又被民進黨打敗了 然後連民眾黨都要超越了 這是從對岸的眼光來看 共產黨 那國民黨的確 如果人家這樣看你 那你不需要用樂領去踢人家冷屁股 所以我覺得蔣萬安 理直氣昂的 不卑不亢 不辦就不辦啊 有什麼了不起 他也不會成功 那柯P就是屬於 國民黨你不要中間這一塊 因為森蘭的關係 他會覺得你怎麼可以放棄了 這個兩岸的話語權 把這個 所以我會看到有些平面媒體 包括森蘭的立場政治鮮明 會希望說 你怎麼可以把這個兩岸的話語權拱手讓出去 然後變成柯P去主導民眾黨 他要主導去主導 我認為兩岸在這十年來的氛圍 已經變化差異很大 大家要認清楚 所以 當蔣萬安講出來說 那共機在老台或怎麼樣 那這種氛圍就不要辦 所以 才會有這個話題出現 然後柯P才會在市議會一直被問 那柯P當然一定要跟蔣萬安的看法不一樣 因為 就像黃珊珊挺他的長官柯P一樣 所以 民進黨在這個狀況 我相信一定會說 你們騎關閃看外相談 彼此互相踢到底怎麼樣 但我相信 就算是民進黨的想法 一定會比較偏向於蔣萬安這種狀況 地方政府也應該配合中央政府才對 好 所以柯文哲擺明要來搶森蘭的選票 這個是國民黨的困境 但是 真的雙城論壇有辦的必要嗎 我們來看一下阿丁部長就說了 如果當選是不是要續辦呢 陳時中回應說舉辦任何論壇 要看價值是否存在 如果沒有辦的價值跟效果 那就不用辦了 好至於會不會喊兩岸一家親呢 陳時中秒回說不會 我們要請教廷輝老師 因為現在北市府說 那如果你們很擔心會辦雙城論壇的話 共機擾台應該先請中央有所作為 不是啊 柯文哲講出這一番話 為什麼柯文哲這邊不直接去跟中共講 反正都要辦論壇了吧 你就直接去跟他喊話說 你共機就不要擾台 這有這麼難嗎 既然7月19號確定要辦這個論壇 那我相信我認為 我建議柯文哲要辦就好好辦 要辦怎麼好好辦呢 你竟然把議題設定成什麼 叫做節能減碳淨零排放 這什麼意思呢 我覺得現在上海它最重要的 不是就是清零政策嗎 你現在應該把台北市的優點 就是說我們在做防疫的過程當中 甚至你還邀請陳時中 直接在這個論壇上面告訴對愛說 我們是怎麼做到防疫的達成成功的一個措施 應該是這樣吧 你現在上海還在做什麼 三天兩檢的這種做法 事實上上海現在來講 你說它真的是解除封城嗎 沒有啊 那你不是說要去刺人家痛 是說既然大家是互相學習 那既然互相學習的話 我們就把好的這一塊跟上海市講 跟上海講嘛 那你既然要辦的話 那你就是這樣好好辦嘛 所以要好好辦 你不要去講這些空話 因為清零這個所謂的節能減碳 這東西也不是只有你台北市上海市 能夠完全決定的 這是整個國家的政策 那你上海市跟台北市現在看起來 你柯文哲自己不是講說在弄很多快篩戰嗎 得來樹類似得來樹那種東西嗎 你就告訴上海市我們就用這個東西 我們沒有把人民的這個行動做一些什麼限制之類的 做這些事情比較有意義吧 你講成年講那些東西在幹嘛 你都在過場 你只是在跟對岸在交心 什麼叫跟對岸在交心 我記得2018年的時候 當時我在4月的時候剛好在上海 結果你柯文哲派一個人上去過去 問說我們今年雙重運動還不要辦 因為他辦了之後 會影響到他18年年底的九合一選舉 因為他自己要去競選連任嘛 那所以呢當時上海就說 看起來因為剛發生過台大打人事件之後 他就認為說 這個我們先不要辦好了 到年底再辦 什麼叫年底再辦 選完之後再辦 那你這一次呢 選完之後你就是不是市長了嘛 所以當然就趕快搶在這個時候先辦吧 為什麼 因為你國民黨在搶兩岸的話語權 你從機下大橋一直到現在 都在做這些事情啊 所以我們看到說柯文哲 其實對內來講 你一天說要打飛機 一天說不打飛機 一天說怎麼樣之類的 立場不一致 但是對中國來講 扣頭的這個對兩岸的部分呢 他完全講話都是一致的 只要噴到北京他就軟下來 噴到北京他就軟下來 這是一致的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你說這個戰機過海峽中線 要把他打下來完真的 那我問你啊 現在你中共戰機不是都在騷擾日本嗎 你看日本又把他打下來嗎 中國戰機騷擾韓國嗎 韓國把他打下來嗎 韓國就在那個他騷擾戰機前面 發射了360發的這個子彈而已 驅離 所以這什麼意思呢 大家不想打仗嘛 所以他現在說 你就把他打下來 那你打下來的意思是說 你在求戰嗎 那如果你北京看到你像這種人 未來如果你想要扶持的這樣的人 在求戰的話 你想想看 那北京的這些飛行員 拜託 人家也是人生父母養的 不是嗎 所以到底是什麼 這是一場所謂的政治上的一個 互相的我們講 兩岸在對話的一種過程當中 你騷擾我 我今天也會騷擾你 我今天也會防範 我們今天會做一個 因為他知道說 你有防範我就不敢侵犯你 那如果他真的要打的話 他早就打了 他哪會是用騷擾你的動作 那如果他真的打的話 我們一定要做反擊的動作嘛 所以你 柯文哲在講空口說白話 他是不是在說妨礙話嗎 你不曉得整個程序是怎麼樣 沒有如果你說你連這個 國際上的遊戲規則 都搞不清楚的話 你還想去選2024的總統 對嗎 大家會放心把台灣交給你嗎 所以這個問題就在於說他自己 可能頭腦要清楚一點 他不要去愉悅了 現在他一直在賺一個聲量 就是說讓他的雙城論壇 當中好像他話語權很大 好像他那個網路聲量很大 但事實上呢 你講的東西都會為你未來 如果你要競選總統 留下一個敗筆 好所以共機擾台還要問陸委會嗎 這個三歲小孩都知道的事情 那柯文哲這樣子講 大家也納悶了 阿丁部長就直接告訴你了 現在解放軍就是跟討債集團一樣 三不九十就來你這邊威脅一下 你這樣哼得下去嗎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 柯文哲最近講一些什麼話呢 共機擾台為什麼不打下來呢 總統不能保護台灣是當烏龜嗎 如果對岸真的很可惡的話 請總統停止兩岸貿易 把在大陸的台灣人 全部都撤回來準備打仗 請陸委會出來定義什麼叫做共機擾台 陸委會說不要辦我也很樂的輕鬆 你以為我喜歡辦 好看起來應該是蠻喜歡的 我如果當總統呢 我的飛機也會飛過海峽中線 我們請教蘇培 現在柯文哲硬要辦雙城論壇 應該叫他雙城論壇 還是要叫他雙黨論壇 當然是叫雙黨論壇 因為兩個城市有什麼必要在現在交流 我跟大家講一個時間點 你知道我們去年12月1號 去年的雙城論壇才辦過 到現在7月19號 不過有半年多一點點的時間 兩個城市有必要交流嗎 要交流什麼 而且我告訴你 你知道去年的交流 有一題叫做2021年後的疫情產業轉型 我覺得今年為什麼不敢辦 今年為什麼不敢再把這一題 放在今年的論壇裡面 我就覺得你拍手 對不對 如果你放進去 我就給你打破了 對不對 上海因為封城整個城市 如同死城一樣 對不對 大家都要跑出去了 那你柯文哲就是為了求表現嘛 因為這就是你任期後的最後一次 所以對城市來講沒有辦的必要 而且這個中國的共機老台 其實是一直在加碼的 甚至等一下我們要討論的這個 太平洋軍演在兩年後還要把台灣拉進去 為什麼 因為面對的就是中國對於整個印太的棋襲 台灣就是其中之一受到威脅最大的地方 全台灣全國家的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像柯文哲不知道 不是很瞎嗎 那柯文哲現在講了很多很硬的話 什麼啊 這個總統把他打下來 如果他當總統的時候就要停止貿易 如果他當總統的時候就會要求我們的飛機也飛過中線 柯文哲講的話 我們大家聽聽就好了 還記得2015年的時候 他告訴我們大巨蛋要怎麼處理嗎 不排除解約 不排除拆彈 他說大巨蛋是刀叉吃人肉 是這個官商勾結最經典的 結果他現在呢 放水了啊 所以柯文哲就是會說一套做一套的人 那他現在一定要辦宣傳的難 很簡單 上阿伯一次 他必須要抓緊時間 去爭取中國代理人的這個角色 因為國民黨這個朱立倫已經撤退往中間套了 他把深男這一個地方浪出來了 浪出來之後他要去爭取這個中國代理人的角色 幫黃珊珊在今年年底爭取深男的選票 但蘇培要問一下比較有趣的一點 黃珊珊缺席雙城論壇 所以他跟柯文哲是分工的狀態嗎 我告訴你 當時我們議會在協商這一筆預算的時候 是誰來談的 是誰同意說如果共機持續老台 雙城論壇就不可以辦 是黃珊珊耶 黃珊珊不是只有承諾民進黨耶 他也承諾國民黨 他也承諾新黨 這是台北市議會的決議耶 所以黃珊珊就兩面手法啊 他雖然不出席雙城論壇 但他在議會面對這件事情 還有之前記者在詢問他的說 他也說雙城論壇應該要辦啊 所以就是兩面手法嘛 辦的人是柯文哲 得利的人是我黃珊珊 因為柯文哲做了這件事情 鬆動了深男的選票誰得利 黃珊珊得利 民眾黨的小雞得利嘛 所以對柯文哲來講 他就是這個要深男的這個選票 那另外我要講的是說 陳時中陳部長今天講的這個比喻 實在比喻的太好了 我們如果面對到一個黑道 在你家旁邊繞來繞去 繞來繞去 你是會邀請黑道來家裡跟你交流交流 還是打電話給110叫警察來保護你 當然也是叫110來保護你 還是你不可能要求黑道來家裡跟你交流 柯文哲現在的態度就是這樣子 中共一直攻擊老台在騷牢裡在吃老你 結果柯文哲說什麼 我們兩岸不能停止交流啦 這樣子充滿了敵意 這個國家不是只有對台灣充滿敵意 是對整個世界和平充滿了敵意 結果你為了一個人的利益 為了一個人的政治利益 為了你的2024 為了你今年年底的選票 你孤民調遇的把中國邀請來說 要做雙城論壇 我覺得這就是瞎到幾點啊 而且其實也不只是這一件事情 包含金夏大橋都是嘛 他這個金夏大橋丟出來 搶的就是深藍的票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讓我不叫訝異的是 國民黨雖然蔣萬安有表態 但國民黨的議員針對這件事情 嚴肌肌呢 都沒有態度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國民黨也是兩面嘛 一方面覺得說這個柯文哲做的事情 跟我們的態度不一樣 也違反了這個預算法的審查 可是國民黨議員所有的人完全沒有抗議 就放任了柯文哲去講深藍的票 所以我覺得剛剛有討論到這個民調的氣寶 國民黨如果繼續這樣子下去 我認為魏表泰的三層 這些人可能就是西瓜派的 誰的爺爺比較大他就倒向 但蔣萬安現在所掌握的這三層多的 如果到最後這三層多的人都就是鐵籃 就是鐵籃 就是國民黨最鐵的那一塊 如果這樣子的事情 柯文哲繼續搶深藍的票搶下去 然後國民黨沒有正確的反應的話 我告訴你國民黨蔣萬安這一塊票 應該會被黃珊珊吃中 好 我們要請教瑞德哥 國民黨為什麼結點點呢 就是因為這個話題非常敏感嘛 那敏感到黃珊珊兩度缺席雙層論壇 這個是有什麼樣的用意呢 我覺得台北市長等於說今年年底的選舉 會有第四組的候選人叫柯文哲 可問題是柯文哲每次這樣的一個發言 你沒有發現他最近針對這個 包括民進黨蔡英文 那麼包括這個等於陳時中 特別有意見 那麼他連續在台北市議會的幾個發言 其實我不會覺得訝異 他在搶深藍的票 個人認為啊 那麼八年前柯文哲一個自詩自己 一再強調他是墨率的人 也不過幾年的時間啊 竟然變成這種人 讓我們看清楚啊 那麼吉隆密起霸有狼啊 一個人不能只聽他講什麼話 所以他講的話聽聽就算了 一個會去 那麼中國跟人家在那邊兩岸一家親 派中共馬屁的人 他當總統的話 會說他派飛機飛過海峽中線 請問一下你派的飛機是指中共的軍機 讓他飛過台灣的海峽中線嗎 所以呢 事實上講這些話是無知無能 那麼也凸顯他對 那麼這個台灣的這個國家安全呢 跟兩岸實際的現況跟國際局勢 完全不了解 他就出一張嘴胡說八道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事實上啊 兩岸的問題有兩岸的這個相關的這個歷史背景啊 就像海峽中線一樣 他一句擾台 他現在講的話 雖然可以得到部分的深藍的人士 可能會贊同他喔 但是你要知道 請問一下民眾黨跟柯文哲 本來支持他的人是什麼 是年輕人 對 年輕人聽了這個話 是反感的 你知道嗎 你想要去討好 柯文哲通常就是想要討好一個人 一邊的人啊 去得罪另外一邊的人 你反而把你的旗 你不要忘記 你在2020年的政黨票 還有158萬人投給你耶 我很好奇 等到2024年的時候 你政黨票會指下多少 更不要講你的總統票就好了 所以事實上 他現在就是要凸顯 他自己跟國民黨不一樣 他比國民黨還要國民黨 他敢講很多的話 然後呢 來對幹你民進黨 把這個討厭民進黨那邊 拉來我這裡 可是你的這個期可能算錯了 八年前跟四年前 你拿到的票 包括四年前 你還拿到一半民進黨綠營的支持者 你現在這幾年來 你荒腔左板的這樣做的結果 最後把這些人全部趕跑了 你卻想去分那死剩下大概不到五成左右的 國民黨的票 你能分多少 你能取而代之嗎 我相信絕對不可能 在這裡的黃近平對不對 我相信他就可以告訴你 沒有那種事 你確實可以裂解國民黨 當然這個我個人是樂觀其成啦 就看他裂解國民黨 看裂解多少 可是問題是你拿不到 拿不到國民黨的 你裂解不到他二分之一以上啦 最後的結果 我這邊大膽都可以假設 大膽都預測 年底的選舉 民眾黨在縣市首長 一席都不會上 然後呢他的議員 只有在台北市會有一些斬獲 至少可以成立一個政團等等啦 但問題是其他縣市 也是一樣零零星星而已啊 那麼緊接而來 民眾黨就會泡沫化 你在下次的總統大選 跟政黨票的部分呢 你也會一落千丈 比起現在來啊差非常多 跟走上之前幾個政黨 最後泡沫化的一個結果嘛 柯文哲這個人 讓我們看清楚一個人的真面目 那至於說要不要道歉 我覺得每個人的看法不一樣 身為第一代的柯粉 跟第一代的柯黑啊 我曾經在全國的媒體 電子媒體面前道過歉 我支持錯人 你知道嗎 但是至少你只能騙我一次 我以為八年前 你是一個有理想 有報復 然後願意去對抗國民黨 他不是說他最痛恨的是國民黨嗎 對 這種人講的話 後來我們發現 這種人講的話是不能聽的 還跟詐騙其他 沒什麼兩樣啊 用騙的 騙到你的以後呢 立刻過河彩橋 這就是這種人 他的媽媽跟他的太太 還在罵說 還在批評說 你們這些人怎麼罵他怎麼樣 你怎麼不看看你的兒子 跟你的先生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你到底知不知道他的真面目啊 那不過慶幸的是啊 那麼我們至少他在第一任的第二年 就露出馬腳 所以要不然他等現在才露出馬腳 我告訴大家 民進黨被他殺個措手不及啊 那麼說得也很諷刺啊 每次看到他露出那個 像沸沸一樣的笑容的時候 再看看他眼睛斜斜的那個樣子 後來才發現 搞不好連這個笑容都是裝的呢 都不是真的 所謂的白色力量 強調公開清廉透明 最後是蔡衍明先生說 他在直播的過程當中說 柯文哲都是走最近歇業的神望大灣店 到後門進去的 你知道嗎 公開清廉透明 要求到局處所長 都必須要去參加什麼宴會 都要跟他報備 當然大家公告公開上網 讓全世界都知道 最後 你竟然瞞著 這些兩百多萬的台北市民 跟市議會的所有議員 你們悄悄的進去跟隱雄集團 不是黑箱密會嗎 這就是柯文哲的真面目 講一套 做一套 所以有這樣的惡鄰居 為了選票 柯市長 你還要笑臉迎人 去跟人家交流嗎 我們稍後就來看一下惡物之戰 做一個惡鄰居的話 你當然要謝謝你周邊的好朋友 好朋友 幫你一起來對付這個惡鄰居 我們就來看一下惡物之戰 現在普丁還是沒有要放棄 我們要請教廷輝老師 現在俄羅斯的國防部長 再下令要加強行動強度 烏克蘭情報局說 俄軍正在重整 那重整得起來嗎 重整要在哪裡呢 烏東還是烏南呢 現在英國國防部說 南部的戰線 俄軍已經開始加強防禦了 所以等於是俄羅斯的動作 已經從烏東再延伸到烏南去了 對 這有兩種說法 一種說法就是說 目前來講的話 邵伊古他已經看到了 整個烏克蘭的一個軍隊 他其實在攻擊烏東的這個後勤補給的 也就是俄羅斯的後勤補給的 非常厲害 那現在來講的話 就對於烏東 能不能再進一步的守得住了 這事實上這個邵伊古已經下令 要求在烏東的所有俄軍呢 來重新編整 來做一個計畫 什麼是編整計畫呢 就是說在因應這種 所謂打擊後勤補給的這個情況之下 糧食出問題了 油庫出問題了 彈藥出問題的情況下 他們怎麼能夠再去持續的 堅守烏東這個地方 所以呢其實烏克蘭那邊 也有時候講到一點 就是邵伊古所講的話 其實是針對烏東來的 但是如果是針對烏南來的話 那更不妙了 為什麼呢 你看到了這張圖 其實在赫爾松上方這個地方 這裡有圈起來的一二三四五 有五個這個村鎮的地方 現在目前的烏克蘭的軍隊 就已經這個 以這個迅雷不吉爺的速度 開始往前推進了 就是說五路同時並行 準備要把這個赫爾松整個拿下來 這是目前的一個在污染的現況 所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現在俄羅斯上方便也下令 要求趕快守住在那個陣地 絕對不能讓烏克蘭的軍隊 越雷池一步 那現在來講的話 這個其實 俄羅斯的一個軍隊 他們也建設登上去 他們現在在做什麼事情 去轟炸那個奧德賽的那個什麼 魚叉飛彈的倉庫 因為魚叉飛彈是上一次 不管是黑海艦隊 補給艦可能被魚叉飛彈打中 或者是說在這個蛇島上面 也有可能被魚叉飛彈打中 那現在這個北約 特別是丹麥上面所提供的魚叉飛彈 就是證明的是被藏在這個奧德賽這個地方 那現在俄羅斯就宣稱說 他們已經打中了魚叉飛彈 但是打中了這個地方 其他地方沒有嗎 你看到他還有很多的問題存在 就是特別是在海馬斯多管佛教 待會兒我們會講到這個東西 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看到 俄羅斯他們的一個目前來講已經被統計了 上一次我們大概一個多月前才3萬多 現在已經大概有5萬多的士兵 已經受到損害了 那現在英國的這個國防部門也就認為說 那既然那麼多的這個俄軍受到損害的話 之前我們提到那個志願營 志願部隊的這個東西 可能正在進行這個加速進行 特別是從這個偏遠的地方 找尋這些相關的部隊 能夠從投入這套戰場 顯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你要守住烏冬 然後你要去進行污染的對抗 你都是要軍隊嘛 要部隊嘛 那你現在俄羅斯的部隊 不多的情況之下 又損失那麼多 然後你的志願營的部隊也還沒過來 那你到底怎麼能夠守住這個戰場呢 其實 這些送上去的都是菜鳥耶 難難道要他們去死嗎 對 你馬上招募之後馬上就送戰場 那不是要他去死嗎 那代表說你沒有做過那個嚴格訓練 而且你要面對這個烏克蘭 他們拿到了西方的這些相關的這個 重型武器的情況下 你這些烏軍他怎麼去應應 然後他們又飛彈亂打 他們又沒有辦法說 真正的有這個防空系統 或怎麼樣之類的來應應這些東西 所以就是變成說 你把自己的子弟兵送到戰場 這是非常非常一個殘忍的事情 所以我們前面有提到說 因為你烏克蘭的整個在烏東的策略整個改變 他不打你 不直接跟你正面迎戰 他打你的補給庫 打你的後勤 而且他打什麼 又打到俄羅斯的境內 所以今天又有人發現了一件事情 你看到在庫爾斯克地區 什麼是庫爾斯克地區 其實哈爾科夫在往上走 比爾格萊德 在往上走就是哈爾科夫 庫爾斯克這個地方 那庫爾斯克這個地方 其實他已經距離大概這個俄羅斯的邊界 已經將近快80公里左右了 連這個地方的油彈庫跟補給庫 也都在夜晚的時候被轟炸掉 那什麼意思呢 這個烏克蘭的軍隊 他不是單單只是轟炸烏東的這個 盾內斯克的後勤補給的這個地方 他連北方的這個所謂的俄羅斯 他又可能會從其他地方徵調的 這些相關的後勤補給也一併的轟炸 所以顯然就是說 海馬斯多關火界發揮了非常大的一個效力 那我們看到這個戰場上的的確 這樣一個重型火力 就會扭轉整個戰情的一個發展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還在看烏南 因為烏南赫爾松真的 如果能夠被烏克蘭的五陸軍隊 能夠拿下來的話 那真的是決定的就是 下一步就是克里米亞的一個問題 那克里米亞問題 現在已經提出任何警告了 所以現在你看 俄羅斯也發瘋了 他就說 如果你這個克里米亞真的去動他的話 那真的是所謂的叫審判日 這個東西這個名詞都出來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現在烏克蘭 俄羅斯他也守不住了 他現在開始宣布說 增加他葵花自由的一個出口 為什麼增加葵花自由的出口 因為他沒錢了嘛 那你那個一般的石油 天啊 既被制裁不能賣 大家現在全球都在需求這些 糧食啊 或是一些食用油啊 所以呢 俄羅斯竟然到最後呢 現在已經動到 會下次就花生油 對 葵花子油 因為他們那邊出產比較多葵花子油 一天來講的話 現在已經增加40萬噸了 好 所以大家也說呢 這個海馬斯多萬火箭 的確讓俄羅斯蠻害怕的 為什麼呢 我們要請教靖平哥喔 因為包括好幾個禮拜 就摧毀了超過30個軍事設施 俄羅斯的軍事設施 那現在烏克蘭這邊也說 不排除會來襲擊克里米亞喔 好 重複2014年的戰況嗎 那當然俄羅斯現在也說 我們才不怕你海馬斯咧 我們自己也有龍捲風 還說威力更猛 真的有那麼猛嗎 如果龍捲風威力更猛的話 那其實現在就可以拿到 烏克蘭戰場做一個PK了 剛剛其實聽到這個廷衛老師 有講到為什麼俄羅斯的國防部長 邵逸谷要下這個軍令 邵逸谷的軍令是下在上個禮拜六左右 就是16號到17號之間 那為什麼會突然有這樣的一個動作 說要加準俄軍在烏克蘭戰場上的 情報精準度跟行動力度呢 就是因為 法新社也有報導 從歐洲跟美國的情報單位的統計 大概從6月中旬到現在7月中 已經一個月了 光是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場上 就有這個三十幾個 三十幾個俄軍的後勤跟補給中心 還有他的一個重要的軍事指揮的這個地方 遭到海馬斯這個火箭 他的一個精準的攻擊 甚至M200動 那烏克蘭的國防部長 列治尼科夫他有提到說 盟軍提供他們的M200動 已經第一批到位了 那第一批到位其實 列治尼科夫的說法是相對保守 我覺得這也是對的 因為很多軍機你不要講得太明耶 這可不像選戰 講很多的選戰有些也要保密 這個是真正的軍事行動 是一場戰爭 所以有些狀況 因為前面之前那個M200動 送到烏克蘭戰場的時候 當時大家都猜測應該是挪威 那幾個國家挪威 然後他們援助給烏克蘭的 這個M200動的這個美制的武器 那是不是確實就是挪威跟英國 這幾個盟國 那列治尼科夫他也沒有講得很清楚 我相信包括挪威英國 包括甚至美國在內一定都有 因為這些都是公開講過 要援助烏克蘭的 而且越多越好 烏克蘭也希望真的能夠多多益散 因為M200動還有海馬斯 光是講我先講海馬斯 海馬斯他就是這個 本來他是一個是輪行的 一個是履帶的 履帶如果變成輪行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種海馬斯的這個 他的多管火箭系統 那M200動跟這個海馬斯 他的上面如果是改成M142的 陸軍戰書的這個精準這個彈道飛彈的話 他的射程可以提高 提高到120到150公里以上 而且重點是連 你看這個是在烏克蘭境內發射的這個 他的M142的一個這個 他的一個飛彈的情況 結果當時連俄羅斯的這個S400 SUM400的這個防空系統其實都攔不住 所以剛剛舉經理跟我說 龍捲風還有什麼 好啦拿出來用嘛 你還有什麼 蘇凱57可以吧 要拿手就拿出來用 不會到現在還在那邊自誇之類 或是匕首超級因素嘛 你不是之前已經打過 烏克蘭的這個什麼訓練中心 甚至百貨商場 這個shopping mode 匕首都拿出來打了 那你就用匕首去對付這個海馬斯啊 對付兩拐洞啊 你看兩拐洞跟這個海馬斯有沒有招架之力 而且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也是在上個前兩天的事情 俄羅斯的這個在塔夫里斯克的 俄軍一個指揮所 有12個俄軍的高階的這個軍官被當場炸死 那是被這個海馬斯火箭系統 那其中俄羅斯的這個 第22軍團的參謀長叫納斯布林少將 他也在那一場戰役當中被炸死 這是從俄烏開戰打了這麼多天以來 這個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他所損兵折將的這個少將 應該算算沒錯的話 至少是超過12名的 包括這個在內 所以你看到俄羅斯的將領是一直在犧牲的 然後連高級的這個軍官指揮所都被炸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一開始破題 要用這個借用剛剛林廷輝老師所講的那個 俄羅斯的國防部長邵伊古要下這個軍令狀 他就是回應這一些包括在克松還有盧甘斯克 還有辛卡霍夫卡這些地方 以及斯拉夫洋斯克 斯拉夫洋斯克是烏東的一個鐵路轉運站 一個很重要四通八達 他可以往北往南往東往西 那俄羅斯雖然拿下了利西昌斯克 但是還沒拿下斯拉夫洋斯克 這兩個是雙子城 隔著一條北頓內斯克河 俄羅斯一直很想拿下斯拉夫洋斯克 偏偏拿不下來 所以呢俄羅斯對這些地方狂轟猛炸 那烏克蘭拿到了M200洞跟海馬斯之後 他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也回進你俄羅斯 而且反攻你烏南的克松州 我剛剛講的那個塔夫里斯克 12個俄羅斯軍官 死於那個海馬斯火箭系統爆炸 他會產生長時間的爆炸 而且他攻擊的是俄軍的指揮所之外 還有他的後勤補給中心跟彈藥庫中心 那他的這些彈藥庫 因為海馬斯爆炸之後呢 他就會引起大規模的一連串的爆炸 所以燒一股才會火大 然後叫俄軍說你要加強你的情報的準頭 你必須掌握烏克蘭這些部署在哪裡 言下之意就是說 最近俄羅斯是不是跟伊朗買了很多無人機 對 伊朗成立了一個無人機的這個 他的一個這個飛行的一個大隊之後 俄羅斯也要學這個伊朗 這個時候他開始去搬這些無人機 想要去探支 然後戰場上的C4ISR 他的戰場指管通知情間針 你就知道說俄羅斯其實他已經有點急了 好 不過我們大家說 俄羅斯現在也像討債公司一樣 那要怎麼樣對付討債公司呢 警察要來囉 美國警察現在說要訓練烏克蘭的飛行員 俄羅斯接下來要小心了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烏克蘭現在拿到海馬斯火箭系統 結果俄羅斯這邊是不是要擔心了呢 這個烏克蘭的戰略我們也覺得蠻妙的喔 之前烏克蘭說不會用海馬斯來打俄羅斯領土 但是他沒有說他不會拿去打克里米亞半島喔 真的會發生嗎 瑞德哥 請問克里米亞是不是俄羅斯的領土 這個好問題啊 俄羅斯事實上是在2014年的時候 強佔烏克蘭的領土叫克里米亞 美國也不承認 烏克蘭也不承認 那請問一下 那麼烏克蘭的總統澤倫斯基曾經答應拜登 就是說絕對不會用美國所支援的 海馬斯火箭彈 火箭炮系列呢 去打這個俄羅斯的領土嘛 可問題是克里米亞不算他的領土啊 所以呢這並不在這個承諾之列啊 那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要相信俄羅斯的軍報的話 那我告訴各位 俄羅斯的軍報繼續發展下去 繼續這個等於說啊 這個不斷地對外發佈下去啊 那麼他們所擊毀的 美國支援烏克蘭的海馬斯火箭 那個火箭炮系列啊 可能會超過美國所提供的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都都在胡說八道 他都在造假 他現在已經公佈的這個摧毀 已經摧毀了好多了 你知道嗎 就在這幾天他又公佈 那麼他又摧毀了 又摧毀了相關的這個 包括海馬斯火箭發展系統 M拐拐拐的榴彈炮 然後這些都被他摧毀了 一大堆東西都被他摧毀等等啊 他是不是真的摧毀 我不知道 那剛剛這個 田文兄有講到說 不是赫爾松 就是科松啊 赫爾松不是已經有五個地方 在反攻了嗎 對不對 現在包括海馬斯火箭系統 跟全世界各國所捐的 15公里的榴彈炮 跟製走炮 這些重型武器 全部都在這個地方 給的東西幾乎鎖定在這個地方 而且最可怕的是我個人估計 不是到二月二十四號開始打嗎 到五月二十四號就滿五個月 個人認為到二十四號 就是滿五個月那一天 應該就可以完全光復這個赫爾松 你知道嗎 至少光復一大部分 那麼這也是解釋為什麼 俄羅斯現在稍微看得緊張啊 聽說把瓦格納集團的這些傭兵啊 那麼他們的募兵資格大幅度下降 現在有這個被囚犯關起來的啦 黑社會什麼東西亂七八糟都可以進來 反正只要有人把它往前線送 這樣就好了 當炮灰都沒關係喔 你就知道俄羅斯 現在已經到了這樣的一個窘況了嘛 那之前烏克蘭沒有這些武器 現在烏克蘭有這些武器 在沒有這些武器的時候 就已經打成這個樣子了嘛 那現在呢 俄羅斯他的重整 重整以後 然後重新編整 然後運補了以後 他一定從盧干斯克 往下打盾鏈斯克 當然問題是 還記不記得那個老古董 比如我們台灣所使用的坦克 都還要老的T62那個坦克 一堆全部放在赫爾松 跟札波羅的旁邊 他現在在札波羅的這個 核能化電廠裡面放什麼 放外圍 放一大堆的地雷 裡面放了什麼呢 放了一大堆的炮彈跟飛彈 他為什麼這樣子 他知道你不會用炮彈來打 你也不用飛彈火箭彈 都不會來打 打了以後 你就自己砸了自己 等於全歐洲最大的核能電廠嘛 他知道烏克蘭不會這樣做 但是我覺得札波羅 就因為那個動作 所以我覺得札波羅的一定會被烏克蘭拿下來 因為這個地方 俄羅斯只剩下500個阿兵哥 然後呢 葬師的自己 這個要守這個地方 只是往前推進的速度會比較慢 但是顯然沒有破 我說坦白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 對烏克蘭有利的是什麼 烏南可以光顧 烏南只要 這個 赫爾松拿下來了以後 札波羅的又拿下來 我跟你說 會比較就是馬力波 所以事實上馬力波拿下來 現在反而被烏克蘭包圍 那馬力波旁邊的盾內斯科 你又拿不下來 有一半現在還在烏克蘭手上 所以各位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事實上 包括你看美國捐的武器 美國越來越大膽 你有沒有發現 之前這個不給 那個不給 現在呢 搞不好突然間間宣佈你 給更多的東西對不對 給更多的武器啊 那之前魚叉飛彈不給啊 然後現在魚叉飛彈給了啊 那俄羅斯雖然說他已經砸到 他砸毀了這個奧德薩的魚叉飛彈 證據在哪裡 你要把證據拿出來給我們看嘛 好所以美國接下來動作 是不是越來越大膽呢 我們要請教廷輝老師喔 因為包括美國說 要訓練烏克蘭的飛行員 這個背後代表什麼樣的意義呢 對我們要知道 如果美國願意提供那麼重型的武器 以及那麼先進的武器給烏克蘭 那你看為什麼不在第一階段的時候提供呢 為什麼在第二階段第三階段才提供 其實就是說代表開始在信任烏克蘭 至少未來他不會再轉向投靠在俄羅斯的陣營吧 那如果說你現在開始幫他訓練飛行員 那如果他駕駛的是一個西方的 這個比如說F-15 F-16的飛機戰機的話 那如果以後他要投靠俄羅斯呢 那不是把相關的機密又卸給俄羅斯嗎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現在開始美國已經開始信任周恩斯基 未來他們是不會去親二的 甚至親中的 那為什麼這麼講啊 你知道以前這個烏克蘭有很多軍火都是賣給中國 如果我今天美國替你訓練飛行員 然後給你F-16之後 結果你F-16就轉手給中共那還得了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是一個烏克蘭的轉機 什麼轉機呢 他要全新投靠西方的一個重要轉機 再來一件事情就是說 戰爭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知道 俄羅斯烏克蘭 其實雙方都沒有取得所謂的制空權 那當時蛇倫斯基要求西方國家要趕快 就是說北邊國家至少要宣布所謂的禁航區 結果西方國家也沒有答應 但是到現在為止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因為這是國會通過的預算 說要訓練飛行員 等到明年的時候 飛行員才能夠正式駕輕救手的 駕駛西方的飛機 那到時候是不是整個 代表說第一個 戰場已經清空了 也就未來來講的話 是不是俄羅斯會在從明年的時候 可能會有撤軍的可能性 第二個如果制空權要再取得的話 那俄羅斯在入侵這個烏克蘭的時候 事實上就有這個烏克蘭的F-16也好 或F-4也好 來對抗這個俄羅斯的侵略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